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可以来信向我索取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仍然是追求圣洁这个大题目 今天是第四讲了 今天的题目是圣洁 神的本性 在这一讲的一开始啊 我们首先就呈现了一点关于圣洁的一些错误观念 我们说到圣洁不是守一套什么规条 其实圣洁是神的本性啊 只有神才圣洁 没有别的人或者是是圣洁的 神的一切都圣洁 因此我们说为了对圣洁有所认识的话 我们必须要对神有所认识了 知道神的本性 以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在上一次我们看了神永恒属性的七个方面 第一是光 第二是爱 第三是公义审判 第四怀怒愤怒 第五怜悯慈爱守约的信实 第六恩典 第七能力 我们说到神的圣洁就是这一切的总和了 那接着我们还从约伯记当中 看到了为什么神使约伯经历了许多人都难以忍受的痛苦呢 那原来啊 神是向约伯启示神的圣洁 尽管神对约伯的见证 每次都说约伯是正直人 但是当约伯真的遇见神的时候 约伯就说了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约伯看到了神的圣洁 而自愧不已哦 因此我们说 神的目的是使约伯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使神可以向他启示神自己了 这就是整本约伯记有他独特的意义了 它要使生命更加有意义了 因为我们都要走过许多的困境啊 有一些艰难的经历啊 那很多时候啊 我们不懂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神是在利用这些事情 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他 更加有效地来侍奉他 在上一讲的最后 我们说到啊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有一个合理的运用 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我们都不会明白 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 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的 有一种理论说啊 相信神吧 一切都会兴盛亨通顺利的 那不过 他们对亨通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于是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 他顺利的到达了罗马 不过他所经历的 是不是我们今天对顺利的认识呢 对亨通的认识呢 在罗马书那告诉我们呢 他不是乘坐头等舱去罗马的 而是一名被带上锁链的囚犯啊 不仅如此啊 他乘坐的船啊 遇到了最糟糕的风暴啊 暴风雨啊 在两个星期里头 他们既没有见到阳光 也没有见到星星 他们都快要放弃所有的希望了 结果 他们在一个小岛上登陆了 除了身上的一件衣服以外 什么都丢失了 这还不是结局啊 因为在岛上啊 保罗又被毒舌咬了一口 你还能说那是平坦的道路吗 按照神的标准 是的 因为保罗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必要的 是要装备他到底达罗马之后要做的事的 好了 我们还来看看神安排了约伯记里头 记载的一切 目的是为了把约伯带到一个地步 可以与神的启示 有面对面的认识这个地步 那这是至高的目标 让我们来看看 神是怎么样为这么一个人 不遗余力的去实现他的目的的 好 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那你就会发现一开始啊 约伯所拥有的 以及他丢失的是多少了 约伯记的第一章 第三节经文说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 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母驴 并有许多的仆臂 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哎呀 你看看啊 这么多的牲口 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不仅仅是牲口啊 连看顾牲口的仆人也被卷走了 那是神对付约伯的一部分 那然后约伯记的第一章 十四到十五节又记载说了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耕地 驴在旁边吃草 是把人忽然闯来 把生畜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哎呀 可见 所有的五百对牛 五百母驴 并看管他的仆臂 一下子全都没了 那么紧着 约伯记的第一章十六节又说了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 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哎呀 七千只羊也没有了 神允许撒旦从天上降下火来 这是很惊人的 他并不意味着是神降下的 只有一个仆人 幸存跑来跟他报信 好 我们再往后看 约伯记第一章十七节又节的说了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作三队 忽然闯来 把骆驼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你看啊 三千只骆驼也没有了 连仆人也没有了 只有一个幸存的来给他报信 好 再往下 约伯记一章十八到十九节 继续说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吃饭喝酒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四脚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哎呀 突然之间 岳伯又失去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了 可见 这一切突发的事件 一定是撒旦在攻击他了 那 我们应当注意 如果神允许的话 撒旦可以做出所有这么多的毁坏的事 那此外呢 在约伯记的第二章 第七节 经文说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打击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 掌毒疮 你可以做一个总结啊 看看神为了能在约伯的身上促成他的目的 所做出的牺牲 又是多么的大呀 五百对牛 五百母驴 看守他的奴仆 婢女 七千只羊 只有一个仆人幸存 三千骆驼 只有一个仆人幸存 再有 约伯所有的儿女 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这一切都是经过主的允许的 神要达到的是什么目标呢 什么目的呢 他是要向约伯 启示他自己 并且为这个启示 而预备了约伯 可见了 神对事情的评估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神重视约伯 重视约伯对他的忠信 他唯有牺牲那么多的事和一些物体 也就是牛羊啊什么的 牲畜的来证明 神从来都是公正的 他从来都是正直的 他有一个目的 一个目标 那我们说这一点的目的呢 是因为他可以在更小的程度上 运用在你和我的身上 也许你会问咯 哎呀 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 其他人好像没有跟我同样的问题哦 哎 我敢肯定 别人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的感受 感觉等等的 在很多情况底下 原因跟约伯是一样的 你并没有经历约伯所经历的 但是神也会允许你走过各种试炼和你不喜欢的事 一些很难懂很困难艰难的事情 因为他想让你来到这个地步 使他可以向你启示他自己 那于是啊 我们可以总结到了 神的最高旨意就是启示他自己 我们要为那个启示预备我们自己 做好内部的调整 我们的轻重缓急也要调整了 这才能够得到这个启示哦 那启示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的圣洁 按人的标准 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呢 当他得到主的启示之后 他就说了 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你看那 那就是神的圣洁和约伯最大能力之间的区别了 那正是为什么圣洁不是一套好行为 一套什么规条的缘故了 圣洁是神按我们能够领受的量 分次给个人的 圣洁是一个启示 它是不容解释的 不容定义的 神只能按我们预备接受那启示的程度 把自己向我们启示 那听众朋友当中啊 有些人经历了一些你不明白的事 很多次你曾经向神发出呼吁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无从解释为什么 但这一切啊 都有神在其中 因为他想让你来到 可以领受他圣洁启示的地步啊 你能说阿们吗 好 让我们稍微花着时间 让神提醒我们的过去 我们经历过的事 我们受过的挫折 失望 然后对神说 神啊 在那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 没有人可以从来没有经历过失望 没有人可以给你这个答案的 只有主 如果你乐意相信他绝对正直 他那不变得爱和怜悯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对烦扰你的 折磨你的事 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咯 你就可以像约伯那样的 以圣离者走出来 你可以说阿们 好了 追求圣洁的第四讲 就到这告一段了 那接着下来 我们要进入第五讲了 第五讲的题目是 圣洁的外在体现 圣洁的外在体现 亲近神不是什么表现呢 而是很简单的 就像是孩子一样的事情 我们是作为父神的儿女来亲近他的 他不要求我们有什么表现 或者用一种什么特别的声调 其实我们呢 越放松就越好 开放自己 在第四讲当中啊 我们已经尽力的尝试去描绘神的圣洁了 那现在我们来把它复制于我们的实践 我们的宣告的经文是取自诗篇的十九篇最后的几节经文 诗篇十九篇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说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呢 好 首先我们要强调 有神赐意向的必要性了 没有意向 我们就永远不能在我们的事工上成功的 因为在真言的二十九章十八节那说到 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使我们有效的对自己施加管制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意向 这就好比节食一样的 那相信有不少人因为怕自己过于肥胖了 曾经都尝试过节食的 就是节制饮食了 但是大部分人呢 可以说都失败了 除非你有一个意向 否则的话 节食是不管用的 你必须看到自己理想的身材 并且把这个意向 日夜摆在你的眼前 那然后啊 你就会有必要的管束的一个动力 但是 没有意向 民就放肆哦 许多好人呢 开始的时候啊 都很好的 却因为没有清楚的意向 而失去了管束 从而在他们立志的许多事情上就失败了 他们没有一个目的就作为自己行动的动机了 保罗经常以运动员作为例子的 那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也适用于现代的例子了 如果你分析任何成功的运动员的生涯啊 你就知道了 他一定有一个意向作为动机的 他为了要比现在记录的人当中任何一个跑得快一点 或者说现在的记录要跳高一点 又或者投掷的更远一点 那为此呢 他们就要使自己浮于最严厉的管束之下 使自己受一些我们做梦的想不到的那种苦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意向 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达到那个意向 你和我作为基督徒啊 也应当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意向 就会一日复一日的漫无目的的过日子了 只有你看见一种那么令人激动的吸引力 这样呢 你才会准备为他付出一切的代价 在西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 那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引用的经文了 这里经文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必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当这里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跟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平衡起来 跟所有的人和睦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啊 如果我们做不到也不要气雷啊 因为有些人呢 你再费力也不可能跟他和睦的 好了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 经文说 弱势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我们可以有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动机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些 在态度和行为上完全错误的人 我们就会难以跟他们和睦了 这是为了不使任何人内疚 因为你也许作战的你就会说了 哎呀 我跟某某人并不和睦啊 但是你要检讨 如果那是你的错啊 你就要纠正咯 如果是你错 你就要纠正了 但如果不是你错 也许你也不能做什么咯 那不过让我再回头给你看看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 并且把和睦 我们先放在一边 经文说 你们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那可是一句很重的话哟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 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哎呀 这个人 就包括了谁了 包括了你和我 追求是一个很有力的词啊 所谓追求 那就表示了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付着很大的努力 也许是在跑 你心里啊 有你在追求的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圣洁呢 我们必须要有意向 这里用了追求这个词 就表示啊 这件事啊 可以从你的身边要溜走的 你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哦 否则的话 你就得不到它的 那这不是说我们凭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达到圣洁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全神贯注的 去追求去得到它呀 那这第一步呢 常常被现代教会很多人忽视了 我想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罪的问题 那新月圣经上描绘了一幅很形象的图画 那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星期天 哎呀 人们团团的包围他呀 把衣服啦 树枝啊 扔在地上啊 人都高呼喊着说 他是谁呀 他是谁呀 哦 是拉萨勒来的 耶稣啊 那对我们来说啊 可以说是一场复兴咯 全城的人都轰动起来了 耶稣是忠心的人物啊 按照人的看法 当时他可以完全接管过来做犹太人的君王了 毫无疑问 他是可以做到的 他可以自称为王 那撇开宗教领袖 因为他是当时以色列人最受欢迎的人物啊 好 我们再往后想一想 再想后五天的情形了 一个孤单单的身体 在一个十字架上 为什么 因为神永远不与罪妥协啊 如果耶稣乐意与罪妥协的话 他就可以夺取国王的王位 那正因为他不愿意与罪妥协 他就变得很不受欢迎了 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 现代的教会里头 因此 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命里头 正是这个事实 那就是 神永远不会与罪妥协的 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与罪妥协的话 我们就是不能与神协调一致了 我们再想想大卫王的故事吧 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悲剧性的失败呀 但是有趣的是 那同一章就写到他犯罪的经文 也同样说到当猎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是国王 勇士 但是那次他偏偏没有出战 他待在家里头 享受宫廷里头的荣华 安逸 随眼之下的看到隔壁那栋房子里头 有一个裸体的妇女 就跟他行了奸淫 然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奸情 他策获了情妇丈夫的死亡 并且像没有人知道一样的 因为没有人查验他的行为哦 没有人指责他哦 那个可能抱怨的丈夫已经死去了 大卫以为呀 可以安然无事了 但是神没有放过他 你知道后来的情况吗 神派了先知拿单 拿单是很有智慧的 他没有单刀直入的指责国王的行为 而是告诉他一个很小的比喻 说啊 从前有一个富人家 他拥有许许多多的羊 另外有一个穷人呢 只有一只羊 当有人来到富人家做客的时候啊 这个富人没有从自己的羊群当中任选一只羊宰杀了 却把那个穷人 威仪的一只羊给宰杀了 大卫听了以后啊 真是气极了 他真的很生气 口口声声的说啊 干这个事的人一定配得死罪 到了这个时候拿单才说啊 你就是那人 然后他简略的说出了大卫的罪 哎 可喜的是大卫悔改了 大卫的一生就取决于这个悔改的行动了 他本来可以说 我是国王 你不要批评我 不要指责我 我使你没命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悔改了 历史上许多在大卫以后的国王啊 都可能这么做了 但是大卫有神的恩典 使他谦卑下来了 他悔改了 然后他写了这篇美妙的悔改诗篇 也就是诗篇五十一篇 好 我们来看看前边六节 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六节经文说 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他作者诗 交与灵长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尽 并结出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那里生的 我在母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 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你看到了吧 真正的智慧 只有从内里的诚实而来 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 外表的知识 你可以因为才智大显身手 可以用上许多复杂的学术的用语 编织出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来 别人还会因此 付给你很高的工钱 但是 那不是真智慧 因为它不是出于内里的诚实 那现在 我们可以对神说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的内在的生命 必须有你的外在生命能够表达出来 外在生命不能够掩盖内在的活动的 毕竟 大卫仍然是一个君王啊 他仍然是全以色列民的头 他仍然是以永世闻名的 他完全可以 不以那件事情为然咯 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嘛 君王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 他完全可以不管别人的批评的 但是 神却如此的怜悯他 对他说 大卫 我看的是你的内在 我不因你外在的表现而感动 你可以感动人 你可以对所做的行为满不在乎 但是你不能说服我呀 因为我知道你的内在的活动 好了 我相信有时候神会要求我们呢 诚实的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生活 因为神会说啊 我所喜爱的 是内里的诚实啊 你可以摆出你宗教的外表来 你可以说很多正确的一些言辞 甚至很属灵的话语 外在美是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外在美不能够代替和掩盖内在的真实的实质哦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么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追求圣洁的第五讲 题目是圣洁的外在体现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LLLL��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輪 świ虫观火